杨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简人中终身讲座教授 简教授目前是杨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终身讲座教授 他曾经发表非常多大量关于机器学习 以及电脑视觉还有自然语言处理的主题著作 包含三本书籍出版 还有超过250篇Peer Review的文章 那我们欢迎简教授 大家好 大家午安 今天非常高兴在这边讲今天的题目 因为我知道今天参加的与会有很多的贵宾 当然有很多对AI有兴趣的 那当然跟对这个就是所谓的对话式的这种AI有兴趣的 那我今天讲的部分是就是去怎么去 我们要去探索这个就是这种对话式的这种foundation的model 那在就是说整个的内容我想说我最后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部AI计划在执行的一个demo 那就是说我想要跟大家就是看一下就是说现在AI可以对话可以实现什么样的一些系统 在我今天的talk我先带进来就是说这个对话式的这种AI 那里面会有语音有语言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multi model的一个problem一个system 那就是当然会介绍这整个foundation model的过去跟现在 让大家知道它整个眼镜的过程 那背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大的巨大的模型 那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就是说各行各业怎么去把它延伸到就是每个人手边的问题 所以我想今天的重点会是在第三个部分 就是utilizing这个pre-trained model 那这里面用的一些讲的一些都是最近很新的 当然也有包括就是ChatGPT里面用的一些技术 包括有promping,adapter,还有reprogrammer等等的 那就是最后会讲到我们现在就是在建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就是心理照护的一种就是对话的系统 那我们怎么建的那还有它的未来 最后是conclusion 首先当然这个对话型的AI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性 就是未来就是机器跟人在做沟通 它是对话的 那当然现在是用打字的用语言的嘛 那这未来当然就是它是应该要能进化到是用语音 来去做这整个对话的 那语音跟语言之中间有蛮大的一些不同 这怎么去handle这个gap 这个也是一些很重要的issue 而且就是说它反应的速度很快 然后当然就是对于这个使用者的接受度感觉会更亲切 那我们怎么透过语音来handle 那里面就要handle就是包括语音辨识 语音合成 语言理解语言生成 那当然还有对话的管理 这个都很重要 因为这些相关的工作呢 在阳明交代我们当然就是过去很多人 其实都是在不同component在做 那现在对我们来讲 现在很重要的一个challenge 就是把这个系统要把它兜起来 那让它可以真正practical去 让它去解决一些实物上的问题 那就说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所有的大公司 Amazon、Apple、Microsoft、Google、OpenAI 都有很多的这样的系统都非常的成熟 那我们要把它当然要把语音导入进来 那当然也要去看它里面 就说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我们怎么就说怎么借力使力 那在学界当然都有时候大家都很怕 哇都已经都做了这样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也是很就说驴里薄冰 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这未来是一片的这个 就是说一片未来 就是说很多的探索 是我们的确要去努力的 那在整个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就是要handle就是整个这个资料 它怎么的去串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说有一个open source 它是Amazon提供的LAGS 它是一个Fresk 它可以把使用者的声音进来 然后到里面这整个运作 它资料怎么传递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条路径 它要去透过ASR 去把它里面声音的资料把它变出来 所以它把这个进来的语音转成字串 然后字串要去做理解 那这理解你就是必须 要把一些理解的这个状态 把它预测出来 然后透过一个对话的一个manager 你要去把它回应句 把它就是把它 等于说把它回应的这个状态 把它预测出来 那当然就是再去做语言的这个生成 那这个生成完以后 你就会有一个word sequence 那你就需要这个语音的合成 所以这整个里面 它都是双向的 而且很多个那你怎么有一个 有一个platform 去把它这整个整合起来 其实它这里面是蛮复杂的工作 这个我们过去在科技部支持的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其实都focus好多的 effort 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就先 首先我先进入整个foundation model 那这有一些已经刚刚 古教授已经有介绍了 那我这边就 我再赘述一些重复的部分 那不过也希望大家可以catch 它这个不是一蹴可蹟的 它其实过去 我们有很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工作 就是去造就这样的一个foundation model的建立 那早期我们都是从隐藏式马可夫模型 然后到后来deep learning进来 就是一些end to end的model 就是来去handle这种很复杂挑战性的这个工作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背上这样的foundation model 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把它apply到一个specific domain来 所以我们怎么去boost这个pre-trained model 所以我们怎么去有一些技术来去optimize它的performance 所以最早它是一个recurrent network 就是等于说这个recurrent network 然后可去把这个时间的这个特性把它计算出来 然后去做传递 然后去控制它里面的gate 让它这个就是说讯息可以充分的这个传递 等等的这些变形呢 就后来就是延伸到就是deep learning的approach 就是based on end to end的这个solution 那里面就会有encoder decoder 那你就是要把一个语音的讯号encode进来 然后你最后出去decoder就是出来自串 所以这个输入输出都是sequence 那长度都不同 那你怎么去handle它里面的这些特性呢 把它的资讯怎么去做一个domain的mapping 它这个过程的确里面是有很多的技术 后来move整个这个technology往前推进很多 其中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attention 那这个transformer就是当然就是喜欢看那个电影 这个其实就是变形金刚 今天这个foundation model会这么这样的一个 其实它就好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 你可以把一个问题可以变得很 就是说把一个转换的可以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 它就是based on这个transformer 它里面就是有encoder decoder 那因为进来跟出去都是序列 所以这个讯息会经过一个位置的一个编码 然后送到这里面它会做的n层 这每一层里面它会做attention 它不是传统我们做那个nguine language model 它是真的一次全部看的 所以它就是里面会有multiple的transformation 然后里面它相当于去实现一个QA的问题 然后它有query 有key 然后有value 然后去attention里面的content 然后你去echeck它一些重要的feature 它跟各附近的关系它都可以抓得到 然后还去feed forward 然后就resetue 然后做很多层 然后把讯息在decoder里面去把它解码出来 那最后出来这个字串 那里面当然会有一些masking的工作在里面 那这样的后来延伸到就是一个encoder叫BERT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breakthrough 就是它是by direction of encoder representation of function transformer 它是双向的 它就是说你这个资料进来 你从这边看 forward看 从后面看 它都会把这个讯息去做一些整合 那这整合出来呢 它透过一个encoder方式进来 那里面有些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我监督的一些trick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optimize它的这个learning的这个策略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效能 那它的size很大 就是说其实它有110个minion的这个就是perimeter 那它birth large的话就已经三倍大了 那就是说它里面用了一些自我监督式的学习 它去预测就是说这个句子是不是隔壁的句子 它把字把它遮掉 然后看它会不会还原出它这个对应的字等等的技巧 其实都不需要给label 可是就是自动去机器去给赋予它一些seudo label 让它去自我学习 然后让它的这个capacity 它learning的这个机制大到就是说它可以做比较复杂的问题 那延伸到roberta它也是另外一个foundation model 它的参数更多 然后呢 它用到160giga的这个data 然后呢它context representation更强 好 那可是它都是burt burt 其实就是被上transformer 好 so everything is from transformer 好 现在看到所有东西都是从transformer 这个最基本的foundation model去延伸出来的 然后到gpt2 这个刚刚古老师已经讲了我就不再追溯了 好 那光gpt2呢 它就有不同的版本 它跟它的layer的个数 跟它里面的这个dimension的个数等等都有关系 可是它architecture类似 它的参数可以从117mega到就是1000mega的参数 好 那就说它当然data量就是也导入很大的data量 好 然后到gpt3 它甚至用到45telabyte的text data 然后当然是从wikipedia用一些book的资料去做training等等 好 好 那从gpt2到gpt3 好 一般它这个眼镜都是看它资料量越多 好 然后它参数量越大 好 好 那就说它可以handle的这个复杂度更多 好 那当然可以解决自然语言里面不同的task 好 做summarization translation 好 然后做qa 好等等的 好 好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种就是好像战备竞赛啦 好 这个就是说真的是要花蛮多的就是12个million的美金 所以它这个是很很花钱的真的是这样子 好 然后一直到extend到就是说不同的component 其实它都有它的foundation model 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注意的是自然语言 好 可是在不同的speech的部分的component也已经进步很多的 好 好 所以 所以 就说在语音辨识的部分就是这wave to vector是很popular 而且这个code都拿得到 而且它的效能的确已经很强了 那就是我们实验室也是用这wave to vector 然后再去做延伸的一些研究 它里面也是导入一些非监督式的学习或自我监督式的学习 那它里面可以去学它的腔调啊 然后透过一些对照式的一些预测 让没有给label的前提底下 它自动的去把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instance 去把它minimize它的距离 不相关的instance 不相关的sample 就把它maximize它的这个距离 让这个它的这个样本之间的一些鉴别性增强 那延伸到语音合成的话 就是主要就是有不同的 那当然里面有autoregressive跟nonautoregressive 那有不同的model 然后有不同的platform 那我们也试过不同的 我们有用tacatron 还有用到就是说face speech 这个我们等一下那个我们的这个demo是里面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自己合出来 大家可以听看看 那就是说它不同的model它能它是比较平行化还是autoregressive 它的就是说能力不一样 然后也有不同的这个state of the art的这个solution 那语音合成的话 有两个基本的foundation model 一个叫tacatron 然后它是autoregressive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vocoder在里面 它可以把这个 这语音的这个讯号把它生成出来 wetform把它生成出来 它可以达到state of the art的这个声音的品质 另外一个是face speech 那face speech它这里 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也是 也是比较follow在这样的一个architecture底下 它的优点是它测试的时候很快速 因为它可以平行 然后它蛮robust 然后它是用没有special ground 当作ground truth 所以它的就是合成的quality很好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它在合出这个讯号的之前 它有一个它称为叫做variance adapter 它里面的duration pitch energy等等 它会在这边它会自动的去认出来 所以它everything 这个end to end里面的每个component 它都是trainable的 那就是说从进来的phoning到一个 语音的波形出来 这整个都是trainable的 那我们背上这个呢 我们要去做 就是说pre-trained pre-trained 然后我们怎么去用这样的pre-trained 来去延伸到不同的应用 然后去改进这不同的component 它的performance 包括语音辨识 语音合成 自然语言理解 还有自然语言生成 当然对话在这边没有特别去针对它的管理员部分 不过这个也是蛮重要的部分 那目前现在基本上根据那个GPT系列的 它做这个理解做这个生成已经都蛮好的 甚至那个对话管理有时候都可能都不太那么需要的 不过这个都是一个open problem 这个都需要更进一步去探讨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用到目前可以有的pre-trained model 这个大家都可以找得到的 然后你怎么用这pre-trained model去apply到你的问题 所以里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叫fine-tune 刚刚古教授有讲微调 那微调呢 你想想看那个多少giga的这个参数 超过那个参数很大 你要光微调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那你怎么去reduce 让你这个参数的这个adaptation的efficiency提升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topic 所以里面有一些技巧 我这边介绍adapter prompt跟re-programming 第一个是re-programming 它基本上就刚刚有学者有问到就是说 就说怎么handle这些不同语言 那当然大家要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data 其实都甚至都可以 就是刚刚也许早上那个 李翁一教授就是把做基因预测的跟做语言模型的 其他的模型都可以互相的可以去调过来 包括语言也是一样 包括语音也是一样 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constraint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透过re-programming 它里面会在前面前端 会有些re-programming的layer 然后去做一个波形的reshape 然后再去送到后面的这个升学模型 然后它可以cover不同的task 不同的domain它可以去handle 这不同跨domain 跨就是跨这个目的的地方 所以就说这样子的话就是 就说我们是把它extend到去做语音合成 因为我们在就说台湾主要就是我们corpus可能比较少 没有像在mainland这么大 所以我们怎么去adapt这个model 就从大陆口音的怎么转到台湾口音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足够的资料库的话 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把这个把它导入进来 然后让这个调整的效能可以提升 这是我们第一个应用 那这detail我就不再说明了 那就是说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一个component 叫做这个re-programming layer 它里面就是有一个dependent的feature ejector 还有一个independent的embedding 这embedding有点像prompt 然后去做结合 然后去把这个讯息去做fusion 那再来是adapter adapter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模组 把它add on在就是说一个foundation model里面 那foundation model呢 frozen 等于说把它固定把它冰冻起来 不要去动它 因为参数太多了 你不要动它 你就是把它上面加一个adapter 你调的是adapter的参数 所以参数的调整量就变很少 那么它的效率当然才会有办法提升 所以我们就把这adapter呢 把它用在就是做自然语言的理解 当然是我们把它放在burt上面 然后去做不同的task 然后我们当然有做一些 我们称为这叫对抗师的训练 去让这个model更比较robust 那再来就是promping promping的话呢 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trick 在chatGPD里面 它是透过promping呢 我用这个图来说明 它基本上就是说 它会去 就是说会在 就是说进来的这个句子里面 然后会给一个prompt 然后prompt里面会遮掉某一个字 然后当然这个资料字是我们知道的 那它就去认 认让这个字被拆出来 就好像我给你一个提示 然后你就把这个提示的结果 把它产生出来 它就去认出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有所谓的hard prompt 有subprong等等的 这有很多种特性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meta-learning 去cross domain 然后我们可以建立这个 我们称为叫domain-organized subprong 然后让它在不同domain 去把这个prong把它认出来 然后去add on到你的这个understanding task 然后可以提振这个效能 然后理解的效能 然后我们最后当然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有个spoken dialogue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直接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YouTube 我想说还是放一下第三个 就是在放之前 我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这个我们想说是一个聊天 就是想要跟我们是用在 我们是要发展在校园里面的这个 一个聊天的系统 然后希望说这个系统可以跟陪伴学生 就是跟他聊聊天 让他心情比较愉快 让他去揭露他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让他心里比较relax 那这个整个系统呢 我们是用这个amazonlex 把它避而出来的 所以这整个是totally 是我们自己做的 好 好可以啊 好这是语音输入的 太棒了我非常兴奋 可以认识你更多罗曼 你今天过得很好吗 所以他做语音辨识 我今天觉得非常难过 好他理解哈 理解进来的这个声音 我非常关心你 所以我要你过得很好 讲出问题很重要 所以我们能够找方法对付和恢复 那请问你愿意跟我分享你的问题吗 好啊感谢你 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要把这个流程 好请说出你的问题 刚刚我跟我的女朋友吵架 你讲完了吗 如果你想要再讲多一点 请继续分享 这系统会去 encourage 他跟我说要跟我分手 我非常难过 我想告诉你我会在这里陪你 而且我也愿意倾听 你和你聊天 我们在生活上一定会遇到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目标保持一致 我们不需要感到害羞好吗 好 请问一下你遇到这个问题之后 你有做些什么活动吗 我今天跟朋友去游泳 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建一个网站了 记者享受当下 不想相信太阳总会在雨后 或迎天后升起因此 我们必须在生活中保持积极的态度 你觉得如何呢 就是有VAD在里面 我必须要保持积极的态度 我知道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很难维持积极真相的思考 但是我们必须尽量成为一个正向的人 请问您的兴趣是什么呢 我的兴趣是看论文 要听起来蛮有趣 请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因为那能让我整长知识 真有趣对我而言我真的很喜欢摄影 因为我喜欢捕捉和记住我所有的瞬间 你会花很多钱在你的兴趣上吗 想起来我应该没有 听我一样 但是在年底有时候 我会无法控制自己 因为会有很多的折扣顺便 问一下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你 你会做什么 他背后其实基本上有个floor去盖着他 他慢慢去收斂到他最后的 我应该可以去山上露营 对我来说 我通常会去爬山拍摄自然景上的照片 你曾经爬过山吗 我爬了大概三四次吧 我爬过大概十次了 最难忘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爬山的时候 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 请问你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 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应该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时刻 这是我外籍生 他你可以告诉我你当时的心情吗 不过他会讲中文 我感到非常兴奋 想起最难忘的时刻能帮助你减轻压力 有时候 我也会想起我的最高的成就来 让我跟积极真相的思考你呢 我通常看论文来减轻压力 记者享受当下 就像相信太阳总会在雨后 或迎天后生起因此 我们必须在生活中保持积极的态度 你觉得如何呢 这个是 我非常同意 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很难维持积极真相 OK 好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合成的部分 其实我这边要强调它是 我们有找了一位 就是说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他大概录在34分钟而已 然后他背后一个 backbone的一个 database 是大陆口音的一个很大的 free database 所以我们everything 我们都是用自己 我们也都没买什么资料库 我们都是等于说homemade的这个TTS 不过那声音我是觉得还 已经都可以调到很好 所以目前的TTS的foundation 我希望其实已经可以做蛮好的 我今天的talk就到这边 谢谢